就在昨天两部影片的片方便不约而同的曝光预告特辑提前预热 成龙变身古代维和部队为和平而战 同样肩负重任的陈坤却要和李冰冰相爱相杀 再来看看同样肩负重任的陈坤 在影片中奎扶魔血妖魔灵中 他饰演的中奎是被仙界选中的斩妖士 捍卫护都降妖扶魔 要我定我批死抢夺魔戒之地 我会赐予你更强大的力量 在最新款预告片中 变身成东方超级英雄的中奎 战斗值飙升 大战千百妖魔 可谓威风凛凛 为争夺魔戒之灵 李冰冰饰演的血妖也经验量下 参与到这场混战之中 不过造化弄人 血妖偏偏爱上了前来扶魔的中奎 我叫雪清 从西域来 你是妖 难道妖的爱 配不上人的情吗 一见钟情的两人再见情深 怎奈因身世阻拦 这段感情注定难以完美收场 彼此轻心的两人 被迫相爱相杀 护虐到棒 起料就在雪妖命悬一线之时 钟奎却出手相助 两人的感情走向更加扑朔迷离 我战药时只会战药触摸 一个诸大魔幻爱情 一个刻画乱世英雄 扬年大年初一公用的这两部影片 还真是各有千秋 正所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至于届时观看哪部 那还得您说了算 明天中国电影报道精彩继续 陈坤摸进贵来感悟人生 脸上冰美人也痛苦